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,在古代历史上,有这样一位英明神武的帝王,他是宋朝的开国之主,他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,从一个普通武将一跃成为皇帝,他不仅统一了分裂的天下,还开创了一个文明发达,安居乐业的盛世。 他就是赵匡应,又称宋太祖。宋太祖赵匡应喜爱诗词歌赋,他不仅治国有方,文采更是过人。据记载,宋太祖曾在宴会上随口音出两句气势辉煌的诗句,却无人能够续上下一句。 直到四百多年后,另一位开国皇帝朱元璋才对出了千古绝唱的下句,成就了一段传奇佳话。 本文将透过对这两位帝王的生平事迹的书里,带读者窥见历史的机缘巧合,以及两个不同时代英雄人物间的精神共鸣。 1.赵匡应,黄袍加身夺天下,弃吞山河吟诗句。 西元959年,北宋建国之主赵匡应透过黄袍加身的方式,靠自己的政治手腕和军事实力,取代了后洲,建立了北宋王朝。 赵匡应本是后洲的一名武将,他深得先主柴蓉的信任。柴蓉去世后,其子柴宗训继位,十年仅八岁。 赵匡应或太后赵剑受托辅助小皇帝。 机敏的赵匡应很快就把持了朝政大权,他联合一批众臣和武将在皇宫外的太极殿率百官朝贺小皇帝柴宗训。 众臣见皇帝穿皇袍,以为是加冕称帝,于是都向赵匡应叩头称贺。 透过这种政变方式,赵匡应取代周朝,成为天子,建国北宋。 为了树立威信,赵匡应接下来发动了一系列征伐,最终统一了分裂的天下。 赵匡应是个多面手,不仅充满军事天赋,还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。 他从小便好学不倦,即使在征战沙场上,也总是带着几本书籍相伴。 有一次,赵匡应凯旋返回开封城,百姓们纷纷前去迎接皇帝。 只见皇帝浑身铠甲,右手握长剑,左手却提着一个书箱,满脸尘土中透着书眷气。 这就是我们的盛名皇帝,文武双全,真不愧文武全才的美称。 围观的百姓们议论纷纷,对皇帝刮目相看。 在赵匡应的治理下,北宋国事日渐强盛。 960年,南唐父王统一战争宣告结束。 赵匡应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,一统天下。 一日,赵匡应在宫中设宴,庆祝南唐的灭亡。 文臣武将云集,场面盛大热烈。 九过三巡,意气风发的赵匡应不禁引诵两句诗句。 未离海底千山末,才到中天万国明。 这两句诗气势磅礴,宛如长江大河,一泄千里。 未离海底千山末描绘了遍布大地的黑暗与动荡。 才到中天万国明则预示着光明最终战胜黑暗,天下统一在即。 在场的文臣们,无不对赵匡应的诗句竖起大拇指,纷纷称赞不已。 赵匡应也打算考考文臣们的文采,于是让大家续上一句。 可是让赵匡应失望的是,文臣们都无法续出惊艳动人的下连。 没想到,四百多年后,这两句不完整的诗句,终于迎来了最佳的回响。 二,朱元璋,创业维艰续前哲,两句,诗成千古绝唱。 西元1368年,明朝建立,其开国之主朱元璋,就是在这两句诗的启发下,续出了千古绝唱的下句。 朱元璋与赵匡应一样,都是从普通牢,百姓入伍,通过拼死苦干,终成帝王。 朱元璋原本是个穷苦农民,被迫入佛门出家为僧,后来逃出寺院,沦为乞丐。 在国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,他加入了反元起义军。 经过数年浴血奋战,朱元璋凭借过人的政治和军事天赋,从一个普通士兵逐步晋升为起义军领袖。 最终推翻元朝统治,建立明朝,结束了漫长的蒙古统治,完成了汉族的复兴。 和赵匡应一样,朱元璋也经历了,从平民到皇帝的苦难创业过程。 两人都依靠自身的毅力和才能,推翻腐朽的统治,建立其属于自己的王朝。 可以说,他们是跨越时空的英雄连线,是两位卓越的开国之主。 有一次,朱元璋在读史书时,无意中看到了赵匡应的事迹,和那两句没能续出的诗句,他被深深地触动了。 作为开国皇帝,朱元璋能深刻理解赵匡应当时的心境,站在统一的最高点,内心充满着对祖国前途的憧憬和责任。 朱元璋思索片刻,提笔写下,横持此志诚永至,百战问鼎开太平。 这两句诗,巧妙地接上了赵匡应的前句,延续了那种豪迈磅礴的气势,同时又增加了,开国君主横心碧露蓝绿,百折不挠的刚毅与坚韧。 横持此志诚永至,正是朱元璋和赵匡应不屈不挠,坚持创业的写照。 百战问鼎开太平,寄托了他们对民族复兴和太平盛世的气盘。 朱元璋的这两句回应,将赵匡应的诗补充成了一首,完整而流传千古的名片。 他记录了两位不同时代君主的心声,也成为古人不屈精神的符号。 当这两句叙诗传到赵匡应的耳中,他定会为之振奋,因为这正是他当年内心的写照, 是对他创业报复的最好诠释。 三,千秋佳话绵延不绝,赵匡应和朱元璋隔着四百多年的时空, 却产生了惊人的精神共鸣。 一位开国之主透过两句诗,打动了另一位开国之主, 让他续出了千古绝唱。 这段佳话展现了两个不同时代, 杰出领袖之间的连结,他跨越时空,传颂不息。 正如未离海底千山墨,才到中天万国民所奠定的基调一样, 两位因主用他们的睿智和勇意,终于让黑暗退散,光明来临。 赵匡应开创的北宋局面,为后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。 朱元璋则在蒙古统治灭亡后,重新确立了汉人政权的正统地位。 两位开国之主,挽救民族威王的伟业,至今仍在发光发热。 而那两连诗句更成为千古不朽的佳话, 激励着中华儿女在困境中坚持不懈,开创美好明天。 结语,他让人看见伟大的精神和抱负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, 达到默契的共鸣。 他也显示,民族的复兴需要人人之事,一厢相逢的接力。 让我们从这段千古佳话中汲取智慧和力量, 传承两位先贤的伟大精神, 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。 好了,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。 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